案件發生在2019年8月份 一名男子在社交媒體平台 宣稱有一份搬運的工作 需要招請大量年輕人作為暑期工 並且標榜無需要經驗、無需要學歷 只需要簡單電話連繫即可獲評 這名男子其後相約這些青少年求職者見面 向他們宣稱先要交付訂金才有公開 當求職者表示自己不夠現金的時候 這名男子更會遊說他們先行變賣自己的電話套現 等到工作完成後會幫他們熟電話 訂金連同人工也會一併退還 這名男子其後並無提供任何工作 在收到現金後就逃之邀邀失去聯絡 警方在2019年11月份將這名男子拘捕 經調查後發現的受害人有22名青少年 年齡是介乎14至26歲 涉及的騙款達到7萬元 案件剛剛在區域法院審結 該名男子被控的22項盜視罪全部罪名成立 被判處即時監禁35個月 這一宗案件我們可以見到 騙徒是正正利用暑假這段時間 去進行這個求職騙案 警方亦都想借此在此呼籲 暑假快到了 我們亦都知道有不少青少年會利用這段時間 時間去找暑期工去賺取外快 但騙徒亦都會正正利用這段時間 看準機會 看中了青少年求職深切的心態 去用不同的方法去騙取他們的金錢 當青少年求職的時候 被要求繳付任何的費用 必須要問清楚用途 並且千萬不要輕易交出自己的一些重要文件 包括身份證、銀行卡和支票等等 青少年在求職的時候 必須要無時無刻保持小心、審慎 避免墮入圈套、招致損失 當有懷疑的時候 青少年可以先回家 和家人商量一下再作決定 或者甚至乎有需要的時候 亦都可以致電我們的房片熱線 18222尋求協助 我今天的簡報到這裡 好 上座有沒有傳媒朋友想發問呢? 麻煩先說自己報本 請再發問 請問被捕人的年齡、傳名、控罪等等 被捕人的年齡是一名26歲的男子 至於他的姓名是不方便透露的 好 麻煩了 還有沒有傳媒朋友想發問呢? 請你找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的見證會會不會完結 麻煩你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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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